我經常都會說,一個設定,我們經常都會說,哇,在故事裡面,或者設定跟世界完全不合適 說不通啊,對此,先不說,說不說通,你會不會覺得這個設定放在現實世界裡面,即如果現實世界,即一個如果電話停,如果這個世界上有魔女 有那件事發生了,是的,那究竟這個世界會是怎樣呢?你會不會覺得這個世界跟你的設定,能不能夠混合在一起 成為一個,其實都可能它有些特別的地方,但是你又覺得不是完全脫離了一個正常,我們建開的一個社會 即不是我們平時說的那些什麼異世界那種,完全是理解不能的設定那種 它現在建基上一個,我們了解的世界,但是有些東西是現實世界沒有的 但那兩種東西,究竟會不會磨到呢?其實是好看它的功力 是的,接著我們說這一套,雖然不是說什麼奇幻作品,但是剛才夜人姐說到奇幻作品有另一種matching的方法 但以這一套就是什麼呢?將現實世界去放入一個設定,就是有一個叫魔女的設定 沒錯,我們接下來要說的那套就是非常之魔女 對,fying rich 是的,這一套其實最簡單,大家聽到魔女這個字 馬上想起宮崎進那套吧,魔女的設定 不一定的,我們這些的 喂,它不是又是帶著一把掃把出來力練,帶著一隻黑貓 先跟進你的東西,那把掃把,它是在當場才買的 這些都可以買的 是的,其實那個故事就很簡單 只是說日常世界裡面,只是多了一件東西叫做魔女的東西 是的,而就是說這一套東西,本身它其實算是日常翻 那就是其實說,有一個魔女來了這個城市之後 那就是發生的一些日常生活的故事 為什麼會覺得說很自然呢? 首先就是說,珍琴這個魔女這個角色 就是它不是一個說,你覺得一看下去就知道它是奇幻以示 魔女,因為你一開始登場,其實它來到這個陣 它不是好像宮崎進了魔女集急變,它飛過來的 它只不過好像很普通的一個少女 這樣都是走過來的 所以你覺得它本來應該是一個普通人來的 但是你會知道,在之後的劇情你才會了解它 不是一個普通人,原來是一個魔女 那可能那個代入性,感覺上會比較好 我會這樣看,其實當你知道就是它用了頭有一些小段的劇情 其實它報就是珍琴這個好像很普通的女生 但是其實它有一個很… 我不可以說是一個很… 很不同的身份 很特別的職業 我只會說,就是它是一個魔女來的 它是一個 魔女也是職業來的,勇者也是,魔女也是 勇者不是 勇者絕對不是職業,勇者是一個稱號 我根證你這件事 而它這個叫作為… 它同時是一個女高中生 再加上就是它有一個魔女的身份 不是說職業 目標它也想成為這個職業的 優秀的魔女 對,身份應該比較好 那就是它在一個她親戚的家裡 借住的期間就是在這個城市裡發生的故事 那其實… 那為什麼首先感覺舒服 是因為它整個故事 最初給你的節奏是很緩慢 它也很強調說 這是一個小的城鎮 或者細節上做得好 譬如說你會看到它有動畫 譬如它走過一條道路 留意到街邊有些什麼 那這些細節 你會留意到這個番組跟大番組不同 即不在乎細節的番組不同 你就會感覺到 它這些細節有注意到 這樣 不是,它這個細節同時也顯示了 它這個陣是描寫它 它用暴宜法講明 這個陣是怎樣的 平時的人是怎樣生活的 它用這個方法去告訴你 而那個舒服的感覺來自 就是它不是奇怪的一些事物發生之後 它不是強行說 其實事情是這樣的 在很久很久以前 講了一大堆 叫做什麼呢 完全是白紙黑字的設定 其實好老實說 《非常之魔女》裡面 其實它沒有去試圖 又告訴你解釋 什麼是魔女 魔女是什麼 魔力是什麼 為什麼它會飛 為什麼會有這種人種在這裡 它什麼都沒有說 就是它純粹就說 總之 總之 好像是什麼呢 這個世界有植物 這樣的道理 為什麼有植物 我怎麼知道 總之有 為什麼有個人人心 就是它沒有試圖 它沒有試圖的解釋 就是我都說 我不會去深救你 又說 為什麼人們看到魔女 不會害怕的 對它來說 其實我覺得那個位置像什麼呢 尤其是 阿千霞見到 阿珍琴 拿著一把飛機的時候 這應該是第一幕 這個當然視乎於 其實阿千霞的性格 他之前也有描述 其實有一點神經大嫖的感覺 他也有一點 不是 我覺得他那種感覺 就是對一個陌生人 是有個怕生的感覺 其實是 但當他發現了 他有一些很特別有趣的地方 就很原青 真的很小朋友 那個感覺 裡面的人 不是說 所有都不是什麼其他人 而就算好像主角的 阿桂也好 沒有的 我知道他是魔女 那怎麼辦 我知道他是魔女 我都要跟我朋友去做交際 他說 沒有的 你做魔女是你的事 其實不是很關我的事 即是 好像這些人很自然去接受了 這個奇特的設定 即是 甚至是 那句是什麼呢 就是說 他好像就是 你問一個朋友 你可能剛剛認識的 咦 你做什麼的 然後說 本人的職業是魔女 其實是 等同於是什麼呢 即是 你聽到現在的 近來好 所謂的 豬肉切割圓 豬肉分 豬肉分割圓 對 都有豬肉的 有豬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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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些有 然後你說 是嗎 即是他得知了另一個身份 那種 得知了叫做什麼 這個世界一直都存在 但我 沒有什麼機會接觸到的 或者見到這個 這樣的罕有職業 即是簡單一點 我們再說 你間諜你的 哦 是啊 然後呢 然後呢 不賣Fan 這樣 你不是你殺我 那會有 那會有 加諜或加諜 殺手或殺手 兩者之類的 是的 動畫三集裡面 給你那個感覺是 很自然 即是那些東西說 你不會很強求 我要刨斤究竟 即是突然之間 嗯 我要躲起來 去監察你 你究竟是一個 什麼的人 很有陰謀論的感覺 這套動畫 我覺得就完全 給不到你 是的 即是甚至其實 它顯身就是 純粹是講 真琴 對這個世界的好奇 我覺得是 真琴 反而我覺得 一個小妹對這個世界好奇 不是 小妹對魔女很好奇 但是我想加上 為什麼我會覺得真琴呢 因為她真的很像那個女主角 我真的很想等她說那一句 不過anyway 這個東西很像 魔女的眼睛閃了之後 我發覺 我水智 我好奇 我好奇 而你說當中裡面 無論三集裡面 第二集裡面 那個所謂的送貨人 送衝天 送衝天 其實它是屬於一種概念 總之 以人化出來 其實有些 好像下目有人像 那類型的作品 不過它沒有那種 很重的那種 那種情感的宣洩 在裡面 純粹就是 其實整個東西很像 哦 那你就可以輕輕地 把這件事 帶過去 因為你有那個概念 當你知道 他是一個 什麼的送貨員 其實你很容易 去 代入 這個概念 他就是那個概念 你就很自然 去接受 那個事物 因為你平時 你見到這個人 我也覺得 不要說其他人 但是 其實人很簡單 人為何覺得恐懼 就是對於未知的事物 他會覺得 你會不會對我做些什麼 但是當你知道了 他是一個什麼的概念的時候 其實你就不會再害怕 反而覺得有趣 我覺得 夜人姐說的 正正就是這套作品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核心 其實你尤其是看到 就是 簽下作為一個 一個什麼都不知道的 小朋友 就是他對任何事物 就像剛才 夜人姐所說 喂 我不知道 我當然害怕 放兵接觸的事物 這個也是 當他始終了真琴 以及所謂的送貨員 之後 其實他那個感覺 他都給了出來 他馬上會抱著一個 原來你只是一個這樣的存在 那他的相反就是什麼呢 就是阿貴 我什麼都知道 我什麼都知道 是嗎 那怎麼辦 我要去唱卡OK 我就是我的生活 這件事你影響我 影響不到我 OK 沒有所謂 歸教會 不止是正常 歸教會人 你堂者我見過 你堂會 我和你小時候玩到大的 有什麼魔法沒見過 很簡單 你已經習慣了一些非日常的事物 都是兩種日常 而甚至去到第三集裡面 首次使用魔法 這件事 那個魔法 也是叫做什麼呢 其實是一種很平 即他不是說到 就是爆了一些奇怪的閃光出來 微 effect 又或者會毀滅東京 或者毀滅東京鐵塔的 一些魔法出來 純粹就是很簡單 比較近似西方 一些魔女的魔學 其實那些法術是很簡單的 可能純粹就是令到 他這裡就說的是 純粹叫做什麼呢 叫一隻烏蛙過來 一個很簡單 你看到他就說 那隻烏蛙飛下來 有什麼好奇 只不過他就說 這一個 飛下來的 召喚這隻烏蛙的動作 是有意為之的 不是 你甚至乎 你不要說 你不要說魔法存在 你甚至乎 可能繞一隻鳥下來 這種東西 對於一個 我們現實世界來說 不會很難理解的東西 例如說 你可能當那個東西 是一個吹口哨 吹口哨 吸引一隻鳥下來 這個動作 其實你是現實世界都做到的 只不過轉了一個概念 以魔法的形式去做出來 那你覺得 那樣東西 就不會很突然 因為你那個概念 是你理解那樣東西 所以看過去 整個感覺 整套作品是很舒服的 你會覺得 只要作品裡 你不涉及 就是說 你很刨根究竟 去跟我說你的設定 就是 爽死你不知道 那樣 如果你這樣說到 我就真的會很著意 就是說 你的設定和設定之間 是不是有一些 互相有矛盾的地方 但是 如果你什麼都不說 純粹說 我想提出一個 叫做什麼 這是一個if的世界 如果 如果電話停 這個世界 如果有魔女的話 會是一個什麼的世界 你是想展現一個世界給我看 不是展現一個設定給我看 樹林說的那種感覺 就是 因為為什麼其他作品 這麼突然 我們要歸根究竟 去打破沙徒 問到都 為什麼我要知道的設定 就是 因為那個設定很重要 去影響到你劇情的發展 但是這裡就不是 你不知道設定來說 你也可以去享受這個故事 我或者這麼說 他現在 我經常會覺得 這些套設定的作品 有一種叫做 門鑑 他其實跟魔界一樣 魔界是一個象徵 他這裡就是魔女 只不過是一個象徵 我不是魔女 我是間諜 我是殺手 其實他套什麼都可以 這個 只不過是那個 顯現手法 不是啊 我殺手就叫叫叫叫叫叫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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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之後再有的 我們就 回顧再說 回顧 回顧回頭 放心 各位觀眾 如果他秉承這種 其實是一種 很淡淡的調子 我覺得 大家都知道 我是一個 對設定是很有要求的人 但是我這套 我是提不起 一個 意欲 我要去深究 什麼是魔女 什麼是魔女 為什麼他會飛 為什麼 通街買把掃把 都可以 為什麼他要來這個陣 你究竟有什麼目的 是啊 給我一個 是真的自然 這種感覺 我覺得是什麼 有些其實難以用言語去形容 為什麼你會不去care 其實它是很多種不同的細節 組合在一起 令到你 就說 算了 他都不是在說這件事 他只是在說如果有 我們就是想看看如果有的世界 究竟是怎樣 所以我說這套東西 如果今季 我覺得想看一些叫做輕鬆治癒 輕鬆治癒的番組的話 我說的治癒 不是說 現在有些 有些變了質的難文番 就是什麼 那些女角一直在賣文 或者賣可愛 那些不是蘿莉 賣天真 賣蘿莉 賣天真 還有 這一類型的東西的話 其實這一套我覺得是幾適合 聽眾去試一下 因為其實真的幾舒服 或者喜歡那些客人 之前那些 下目有人將那些 都可以嘗試接觸這套 而有趣的這套東西就是 我想這套東西其實 最後講的東西就是 這套東西沒有 夜行者一直看這些作品 他都會有一個很關心的位置 就是 節奏慢 不是節奏慢 都要有一個限度 不要慢 但是這套東西很顯然 掌握到就是什麼 在夜行者的界線以來 如果不是的話 他一開始 不是合理就可以了 聽過很多次 說 無疑回到夜行者 我不是說這套東西不行 但是我覺得節奏真的很慢 我受不了 不是 這件事很重要 這個節奏感其實都是 一個給觀眾來說 是覺得舒不舒服的 看完這套動畫之後 你只要看完這套動畫 你已經覺得有一個不舒服 節奏慢的那種感覺 其實你已經是 那套動畫是有些問題的 舒服的感覺來自於環境的設定 以及角色沒有一些 很異常的表現 我會用一個很實在的形容詞 就是什麼 你見不到很明顯的屬性 你會覺得他是一個人 老實說 你現實來講 你對著一個人 你不會跟他說 你很嬌 你病嬌 你是耐利 你是耐利 你是什麼 眼鏡屬性 你是側面 你不會這樣去分類那個人 我覺得 很多時候 我們會覺得 那些人物很跳脫 或者是太過分 你覺得這個人 很奇怪 或者我經常都說 一些組裝人 屬性組裝出來的 但這些就沒有了 因為他真的從一個人說 什麼是一個中學生 中學生就是 不是中學生 就是這樣 我就是看到有東西 我就跟朋友去交際 交給朋友 平時 放學 玩 沒什麼做 很正常 你是會代入到 那個角色 其實 你會覺得 其實只要能夠想到一件事 就是 如果這個世界真的有魔女 其實是不是真的這樣 我覺得 可能有機會都是 成功 其實這件事 我覺得 所以我挺推介各位 看這一套 至少就是 他有一套 很正常的治癒 但是也不要太大期望 就是他有什麼突破性 爆發性的發展 應該就不會 我都會說 這個是一套 一種生活 其實你來看生活的一些 趨勢 他不是說 要去到 我很有趣 就是 哇 死了人 那些 真的不是 我想他是比較 接近 類似四年妹妹 或者是玉子市場 那種感覺的 都可以這麼說 總之是一個 日常生活化 我覺得 如果大家 對日常生活化有興趣 我覺得是很值得 推介大家 去嘗試一下 去看這套作品 真的那個感覺 是 很舒服 就是叫做 現金動畫界 所謂的 清潮 清流的話 就是這一類 我覺得 那我們這套 介紹到這裡 那我們下一套